我来介绍一款翻车的游戏 《白英雄传》崛起 身为幻想所有战的粉丝 看到园团队出了精神续作 心情非常激动 肯定要支持 而在正传登场前 巨蛋也前倒片 《白英雄传》崛起 就先买来咫咫咳咳了 刚开场就被美术给震撼到 精致的背景以及个性强烈的人物 好感度直接上升到95 喜恋的界面温馨的气氛 满分啊 我给满分 但这份高评价 却没30分钟就被消磨殆尽 因为他的跑腿任务实在太多了 主角为了寻宝来到这个阵 没想到要进洞窟 得先花一大笔钱 于是接起了大家的委托 边发展阵子边寻找宝 但这些任务分身在之前就算了 有闲的去解没空的冲进度 大家各取所需可以创造双灵 偏偏主线也是超级脱台钱 玩到火器都上来了 游戏中可以攻略的地图非常少 如果可以直冲 大概不用5个小时就可以破关 制作团队可能为了增加时速 就让玩家折返跑 就好像妈妈叫你去买酱油 走了10分钟后东西拿回家 却又要你再跑一趟买鸡蛋 哭啊是不会一直讲哦 白英雄传崛起也是这样搞 同样的迷宫要让你来来去去才会爽 更讨厌的是 辛苦没什么成就感 解完任务之后不是没东西 不然就是给些垃圾 主角帮忙发展城镇 得到的是商品数量增加 以其攻击火力与断速的提升 照理说这应该很爽才对 当然问题是游戏的核心战斗太普通了 能活动起来有一种漂浮感 回馈的感觉很烂 攻击的速度不快 说出时很像回合制 需要强化才能好好玩 但那过程根本是天桥底下说出的 分成9次给你 要到中盘才会有比较正常的游戏体验 在那之前都要承受慢吞吞之苦 要是被敌人打到会有无法脱身的恶心感 所以解任务解的很空虚 明明是温馨的城镇眼神剂 却搞成人类底层挣扎死 玩起来非常的烦 想爽快通关的朋友这款千万别买 上网看看影片就好 不过以上的评论 是以非粉丝的角度写的 现在我要进入真爱模式了 原幻想所有传的团队挑战新领域 新尝试能做成这样很厉害了 好多的任务带出本传的角色 太棒了 满满的情报让我好满足 这个美术数点实在高 看来白英雄传是稳了啦 开发游戏成本这么高 这配合买起来当成赞助也是应该的 如果你是幻想所有传系列的支持者 直接买就对了 谢谢健康赞助 今天吃这个铁板烧 这个蛋 我现在满满的肉 蔬菜 大大的荷包蛋 真的有个铁板的香气 一口吃下 超级好爽 铁板猪肉 黑胡椒的 非常软嫩 非常香 很下饭 立刻给它爬一口 哦 饭也是QQ的 铁板青菜 光是香味就受不了了 脆脆香香 有口带劲 再一口再一口 铁板神器高与菜 非常甜 那个蔬菜的天然滋味 被铁板激发出来 哦 铁板烧啊 就是赞啊